老友劇当中是演Monica的那位Courtney Cox 昨天终于在好莱坞的星光大道留下记录里面会上台 那么欧美媒体在争相报道的同时 他们更关心的 反而是Monica在接受采访的时候 回应了当年和哈利王子的一段狗血往事 那预知后事如何 我们吹热点学英文好吧 So here we go Harry38 admitted having a crush on Courtney in his book and feeling like a friend's on-screen husband Chandler when parting with her and said he wondered if he could work up the courage to tell her this infatuation 就是哈利王子这个自传当中真的曝光了多少事 这个人真爱表达 用他朋友的话说真爱oversharing 过分分享了 那这次分享是什么呢 现年38岁的哈利也承认他暗恋Courtney 也就是暗恋Monica那个形象 那crush原本指的是挤压 比如说这是一个土豆 然后要把它压扁的感觉 那我大胆猜测 为什么可以表达对某个人有好感暗恋他呢 因为比如说我看到了刘亦菲 我觉得哦糟糕 这是这种心动的感觉 心脏好像被挤压了一下下 所以呢 I have a crush on her 那与此同时呢 crush还可以表达你暗恋的那个对象 比如说 Efe is my crush No! God! Please! No! 好 and feeling like her friends on screen husband Chandler when partying with her 这个party可以做动词 很显然 就是只和某人一起在那参加一个聚会 然后呢 和这个Monica 实际上就是在他家里面聚会的时候呢 这哈利王子啊 感情非常的丰富 就觉得自己是Monica在银屏上的那个老公啊 叫on screen husband 也就是Chandler 我们熟悉老几的小伙伴肯定知道 and said he wondered if he could walk up the courage to tell her of his infatuation 这个walk up 你看他形成那个画面感是不是逐步升温的感觉 那么是什么东西逐步升温呢 是自己的勇气 就有点对于咱们中文所说的 慢慢的鼓足勇气 咱们中文多么伟大的一种语言 你看这个动词叫鼓足勇气 画面感比英文这个真的要形象太多了啊 然后呢 鼓足勇气要告诉这个女演员干嘛呢 她有一个infatuation 这个词呢来自于infatuate这样一个动词 其实拉丁语词根里面说的很好 in就是往里边infatuate什么意思呢 让一个人到达一种愚蠢的状态 就叫infatuate进入里边 我觉得就跟咱们中文当中所说的 比如说我见到刘亦菲之后 我突然智商为零了 我突然恋爱恼了 就是我变得愚蠢了 就叫I'm infatuated with刘亦菲 那这种状态呢 就叫infatuation 用名词来概括 所以他呢就一直在想 是否可以鼓足勇气去表白 那这名就没有表白了 He said an actor brought him and his friend a court in his fridge during the bash at her house where they found a stash of black diamond mushroom chocolate 感觉有点像绕口链 好 他呢就说到了 当时有一个男演员 把他和他的朋友就带到了 Courtney的冰箱那儿 你看后面也说到 其实他们当年就在 这个the bash at her house 在饰演Monica这个女演员的家里边 有这样的一个party 注意bash 就是party的另外一种说法 你听他的这个声音 感觉就是那种比较闹的 那种party 好 那到冰箱那儿之后呢 where they found a stash of black diamond mushroom chocolates stash 一般我们在看好莱坞电影的当中的时候 都看到什么柜子后面 有一打钞票 叫a stash of money 但你不要觉得a stash 就一定是上下这样堆在一块 它也可以散落在那儿 总之呢 a stash更重要的是 它往往有一种 就是暗地里面 藏在某个地方的一堆东西的感觉 好 一堆什么呢 叫黑钻蘑菇巧克力 实际上跟巧克力没有关系 就是真的蘑菇 就是西方人玩的比较野 他们有的时候party当中 去喜欢尝一些比较刺激的东西 这个蘑菇可以使人出现幻觉 你不要觉得离我们中国人的生活很远 实际上如果你到云南这样的地方 去旅游的时候 他们有一种餐厅叫做军箍火锅 老板会特地提醒你 千万要煮熟 要煮18分钟以上 如果不煮熟的话 吃的话会觉得眼前有很多的小人 那么就会出现这种幻觉 那你看果然下面用什么词来表达幻觉呢 这个哈利王子 然后就说到了 他当时呢 吃完这些东西叫 after he downed the drugs 我不用再解释down吧 这画面感很直白 然后呢 吃下去之后呢 他就开始出现幻觉 叫hallucinate 就是这个动词表达一个人出现幻觉 但是他是在什么上方出现幻觉呢 他是在cordinated kitchen bin 厨房里面的一个垃圾箱的上面出现了幻觉 然后下面双引号的内容就说了 他当时具体的感受 I step on the pedal 垃圾箱不是有一个踏板 他就踩上去 然后呢 居然他发现里面有个人头啊 实际上他是幻觉啊 里面有个人头 open its mouth 张开自己的嘴巴 huge open grin 脸上露出一个大大的鹿齿笑 我当然这个笑的有点吓人啊 就是西方人觉得笑的稍微大一点 咧开嘴 然后露出牙齿 这种笑呢 动词叫grin 这样的一个名词来表达这样的一个笑容呢 叫agrin 他和smile 我们中国人所说的微笑 有那么细微的差别 然后他I laughed 他也开始大笑 就是这个幻觉出现之后 还是蛮好玩的 好 那么我们接下来 出现这么丰富的画面感之后 从头到尾 裸听一遍 效果一定不一样 Harry 38 admitted having a crush on Courtney in his book and feeling like a friend's onscreen husband Chandler when parting with her and said he wondered if he could work up the courage to tell her of his infatuation he said an actor brought him and his friend to Courtney's fridge during the bash at her house where they found a stash of black diamond mushroom chocolates he then said about hallucinating over Courtney's kitchen bin after he downed the drugs I stepped on the pedal and the head opened his mouth a huge open grin I laughed 好 是不是满脑子都是那帮子人 狂魔一般的笑容的画面感 好 我是自学 并做了时间从生传业的Albert 别忘了点赞 关注 咱们下期继续 追热点学英文